自从9月1日全面禁止窗口售食后,南罗股像已焕然一新。 9月24日,小编走访看到,如今的南罗股像已没有窗口售卖,商家全部将点单转移到店里,在窗口贴出店内点餐的标语。 有的商家还在店内新增了堂食区域,为游客就餐提供座位。 经过改造,街道相比之前要干净不少,垃圾堆积的现象有所缓解。 中秋国庆双节即将来临,迎接游客的将是干净整洁的南罗股像。 这个假期你会来体验纯粹地道的胡同文化吗?